天思林基础入门第47课 用工具来创建选区 首先我们需要先明白 为什么要创建一个选区 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处理图像的一部分 或者是处理图像的局部 或者是我们想保护某一部分 不被编辑不被处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用选区来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目的 创建选区呢 我们在工具面板上有现成的工具 我们可以使用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简单的选框工具 就有隐藏的工具 有巨型选框椭圆 单行单列 我们都简单的操作一下 巨型选框 它肯定是选出来是一个巨型的 或者是正方型的一个选区 如果我们要创建 比较正方或者正圆的这样的一个选区呢 我们可以按住 键板上的shift键 然后我们就可以创建一个 正方的 也可以创建一个正圆的 这样的一个选区 选区呢 我们把这个鼠标放在选区的中间 我们就可以移动这个选区 这是用巨型或者圆形来创建选区 另外呢 我们想从某一点为中心 然后来创建一个选区 比如说我们创建一个圆形的 以这个为中心创建 我们需要科技键 键板上的out键 来按住 然后我们就可以以某一点为中心 来创建一个选区 如果我想要一个正圆 那么就是再按住shift键 就可以以某一点为中心 画出一个正圆 同样呢 这个巨型的选框呢 也可以以某一点为中心 画一个正方形 这样也是可以的 单行单列 单行 点击一下就可以选中心 就可以创建一个选区 这个选区呢 是一行 高是一个像素 是这样的一个比较特殊的 这样的选区 这个呢 可能平时用的不是太多 单列呢 也是一样 就是在垂直方向上创建 创建一个单列的 宽是一个像素的 这样的一个选区 这是利用选框工具 我们可以选择这种 拖拉的方式来去创建一个选区 我们要取消 显示某个选区 比如把这个选区去掉 我们可以在菜单 选择 一个取消选择 对应的科技键呢 是control加d 我们用 在菜单上点击就可以了 我们创建一个 然后control加d 也可以把这个选区去掉 这是选框 还有一个是套锁工具 套锁工具 你可以用鼠标去 这样去 在图像上去画一个选区 这个是自由的一个套锁 你可以画任意的形状 都可以 画一个五角星 也可以 画任意的形状 还有多边形套锁 对比上一个是自由套锁 那这个多边形呢 它就是你只能画一个 多边形直线的这种 你在点直线的时候 如果没有封闭 那么它这时候呢 并不会创建 如果我们按一下确认键 也可以创建选区 它把你没有连接上的 会自动给你录上去 这样也可以 也可以创建这个选区 还有个磁性套锁 磁性套锁 它就是看 顾名思义 就是看它名字 就是它肯定是有磁性的 那么它这个磁性 是怎么样体现出来的呢 我们把这个图放大了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要选择 这个小水滴的这个形状 我们现在点击 然后拖动 发现 好像有一个磁性的链条 磁性的小东西 这样会贴附到 这个边缘比较清晰的边缘上 因为它边缘比较清晰嘛 它就顺着这个边缘 然后好像有磁非性 有吸 有吸附性的这种感觉 让我们去拖拉 然后就可以创建一个选区 这是磁性套锁 还有一个要辅助我们 可以让我们快速创建选区的 这种工具是快速选择工具 第一个是对象选择工具 这个是新引入的一个功能 一个工具 是在PS201911 11月版以后的版本当中 会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PS21.0 或者是更新的版本中 会有这个功能 对象选择工具 对象选择工具的更像是 傻瓜式的那种选择 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用的那种 光源魔术手 或者是美图秀秀那种选择 他们更多的是选择那种 用比较傻瓜式的 我点击一下 我们就可以选中它 咱们来找一个图像来去 比如说我现在要选择这个羊 那么我直接 直接用把它框住就可以了 直接框住 就可以选中它 或者是我们选择上面的菜单 选择主体 我们不需要框了 就选中这个工具以后 选择主体 它就可以把这种 这个羊的明显的是这个图像的一个主体的一个形象 一个主体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它会选中这个羊 也可以选中它 这是 选中对象 也是比较快捷的新引入的一个功能 但是如果你的版本 比如说是 咱们之前的课程当中使用的是2018版的 那么如果你没用的也没有关系 咱们可以有其他的工具来替代这个对象选择工具 还有一个快速 选择工具 它更像是一个画笔 就是我用 比如说我用粉笔或者怎么样去画一下 然后它就可以创建一个选区 就像涂一下 像涂抹一样的 直接涂过去 它就会创建选区了 另外这个画笔 因为它是涂抹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画笔 画笔也可以大 可以小 可以在选项栏这里 然后去选中这个大小 这样选一下 也可以 或者是用快捷键 左中口号和右中口号 然后现在要变小 把这个画笔变小 它就变得很小 然后现在把它变大 它就变得比较大 然后我们选择比较细微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把它变小一点 这样把它涂抹过来 相当于是在涂抹一样 你要想精细就可以小一点 这样 这样就创建了一个选区 这是快速选择工具 还有个模棒选择工具 咱们为了准确演示换一个图 模棒选择工具 它是根据颜色来选择某些区域 就是颜色一致或者是相近 如果选择它的眼睛 那么点击一下就选择了眼睛 因为它是黑色的 比较深的颜色 我选择这里 选择这里 我选择这个羊的角 选择这个角 它是根据颜色 相似相近或者是一致 比较一样 这样的来去选中这个区域 用这样的方式来创建一个选区 这些工具呢 我们可以自己找图像去 在实际的去操作 去点一点 去体会一下 这些呢是在工具面板上的一些 选择的工具 可以帮助我们创建各种各样的 需要的选区 你帮助我们去处理图像的局部 或者是保护图像的局部 另外呢 当然还有其他的各种稍微复杂一点的 就是你不能够 不能像就是说它是一个工具一样的 就存在这里 我们可以去用它创建选区 还有更加复杂的方式 我们在后续呢 会陆续的去讲到 这就是创建一个选区 使用工具 工具面板中的工具来创建一个选区 这是第47课 好了 谢谢大家 咱们这节课就到这里